台湾以来投诚抢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黄历七月当地居民合力架设十丈高沽棚 绑沽签放水灯 在七月的最后一天登场的抢沽活动 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到访 感受当地农民欢庆丰收之后的欢愉 和感念鲜明的幽远文化 大陆响起 抢沽竞赛开始 各组队员通力合作 攀上涂满牛油的棚柱 爬上巨人般的沽间 拔得顺风旗 这是抢沽活动的最高潮 借着这个抢沽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沽站的上面 会绑着当地很多的特寿 包括我们的鱼虾肉类 这些很好吃的东西 祭拜子仙 同时把这些贡品 送给困苦的人民能够享用 所以我们有双重的意义在 投城抢沽是居民在倒坐 鱼座丰收后 皇历七月所举办的祭祀活动 24个村落在一起 在七月为举办盛大的抢沽仪式 一起庆丰收祭鬼神 同时缅怀鲜明开垦的艰辛 投城是开栏的第一层 无沙公带领来开墾是从乌斯港来登陆的 抢沽最主要就是我们要感恋 要感恩我们的鲜贤 投城居民准备中原季的过程 砍竹子树沽柱 板沽间水灯游街 到河口放水灯 整个小镇充满着悠远素朴 跟浓浓的民间传统文化气息 投城抢沽是宜兰开墾的历史文化资产 相传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浩克的南洋子弟 欢迎每年数十万游客造访投城 体验在地充满浸天习物的中原季文化 新唐人的有的电视 李光辉宜兰采访报道